中研院首次以风阻跟海流利用大数据分析 从1993年开始 近25年来全球海洋垃圾累积分布图 研究团队指出海洋垃圾会随着海流跟风阻 在海上漂流 其中太平洋区最为严重 由于塑胶垃圾比重比海小 容易运送到遥远地区 所以热带跟急区也成为垃圾堆积新热点 庞大的海漂垃圾会让生物多样性受到冲击 漂在海上的垃圾属于都是受化的比较多 海漂垃圾最多的就是保利龙 然后第二个最多的就是属于保特瓶之类的 还有渔具 就整体来讲海漂垃圾现在是危害整个海洋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本文章来呼吁全球各国要重视 学者指出全球每年约有480万到1270万吨垃圾流入海洋 研究团队呼吁从源头减量 包括日常减速行动或研发新设施 透过定量估算垃圾跟清除契机 增加循环经济可能性 比如在渔港里面的一个垃圾收集器 或者是在岸边的一些垃圾收集方法 减少他们到海里的机会的话 那在后续清除的能力效率上就会比较好一些 减少后面要清除的部分 研究团队强调若垃圾只增不减 整体海洋生态系跟人类经济活动将受到波及 因此透过模型模拟结果 希望唤起国人对海洋生态危机意识 重视海漂垃圾影响程度 原始新闻虎宋高瓦台北市采访报导 感谢您的观看